大家好我是Tom 您現在所收看的是 我是收集看 再一個 好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鄭風全 你參加很久了嗎 沒有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的WFF 之前都沒有 之前沒參加過 那我會緊張嗎 還好上台就還好 你剛上台過了 已經上台就是新秀的 那你剛表現如何呢 應該還可以吧 還可以就是你會進一到決賽樓 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他只有叫人出來而已 是有被叫出來這樣子 還不知道怎樣的狀況 怎麼會喜歡健身呢 這個說來話長啊 就是原本那時候之前在保險當業務 那時候身體就很不好 而且到時候工期不太簡直 然後被同事笑說你胖很多 後來沒有在做業務的時候 就去運動 原本是跑步 那後來原本我們西執的那個運動場 有骨頭有健身法 那我從來沒踏過 那我想說跑步已經一兩個月了 覺得有點無聊 那看要不要去健身房玩玩看 那結果去玩了一次 其實好像還不錯 後來就覺得器材那邊又太少 然後就跑到那個西執建工那邊去練這樣子 然後練到現在這樣 你說你之前很胖的是大概多胖 那時候是有胖到69公斤 那扯基本上是沒什麼肌肉 就是肚子大大 沒什麼肌肉這樣 嗯 那現在呢 現在喔 現在是差不多六十四公斤 六 六十四 六十四 所以只減了三四公斤 嗯 差不多 可是至少肌肉量也有線條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 健身比跑步好是嗎 嗯 我是覺得至少 比較可以找人 就是同好一起來訓練 比較好玩 嗯 因為跑步就是一個人 有時候是一個人的活動 反而不一定就覺得 可以持續下去 可是健身不一樣 可是至少跟一些同好啊 或者是一些喜歡的人 一起來做交流這樣子 那你最有自信的脫位是哪裡 最有自信的喔 可能是肩膀跟背吧 所以你肩膀跟背是你的自身關鍵嗎 嗯 應該是 因為這次人真的都很強 肩跟背都很強 那你可以展現一下背的部分 背喔 建議可以摸一下嗎 哈哈哈哈 你背有量過大概多寬嗎 沒有耶 完全沒量過 沒有 那比之前是寬了很多 寬很多 寬很多 那你今天除了新秀 你有參加青少年跟公開嗎 是還有公開的一場 公開了 那比兩個量級會覺得累嗎 比賽一定都累 每個都累啦 每個都一定是很累的 那就是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就好 那你公開的準備如何 公開喔 有點刺心 有點刺心 又沒 有點刺心 可是感覺好像有點缺點這樣 所以你可能就是 會 有名刺跟沒名刺 中間就是 不知道耶 就盡自己所能啦 盡自己所能 想認識更多筋肉男神嗎 請搜索我的粉專或頻道喔